你觉得车股先看这个政策 你觉得对他们的带动 其实反映了在股价没有呢 我觉得这个政策 就是真的会帮到一些 相对是行中端 或者是大众化车型的那些公司 就是昨天你看到 本身真的很多的吉利长盛 就是炒这个概念 但是又这么说 因为本身你说600亿 转化下去究竟那个扣折税率 你可以减免多少呢 有些分析都是说 可能由现在十个百分析 减到七个百分析 那么你比起以往那几次 可能是减半征收 今次可能减税幅度 就未必说太大 另外也都要留意 因为昨天见到电动车的股份 大家就看得比较淡的 因为就觉得今次这个政策 主要都是针对一些燃油车 因为本身你电动车 一直以来都是免这个扣置税 所以今次你说减免 就不会有一些额外帮助 所以就令到昨天那些电动车的相关股份 就举得比较劲的 但是我又不是说那么同意 就说未来的政策 就会反而是侧重補贴一些燃油车 反而就是放弃一些电动车 就应该长线来说 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但是为什么短期会有这个现象呢 我自己估计有机会 因为现在近期内地的一些动力电池 或者本身的铃矿 一些铃法物的价格就升得太多 如果你说现在再加一些政策 火上加油 令到电动车的销售 再有个火热的情况 可能就令到他们的成本压力会更加大 因为你的电池根本追不到 整车方面的速度 所以暂时这一阵 就希望在稳定经济大前提 就整个的汽车行业 无论是新能源车 或者是旧有的现有车 都一起去推 但是如果你说以后来说 那个发展方向 我都相信政策 仍然都会偏重是 做新能源车那边 所以我反而在策略上 就觉得因为昨天 因为这个因素 令到电动车 比如比亚迪的股份 都跌了下来 看看会不会接下来 可能再跌多一段的时间 就可以叫做趁低去买 是 你觉得什么位置 卖比较安全 就是如果它再有一个下跌的话 比亚迪来算 昨天跌回去 挨着250多 我觉得也有机会 短期回多一点点 因为你不要忘记 它从5月10日开始 它有20多元 一升升到270多元 是 而这个几星期 其实外围的市场跌很多 是 但是你说它跌 它升了这么多上来 短期回回多一点点 都合理 那看看会不会去回 譬如240多元那些位置 我觉得就可以开始 慢慢去买一点 有个朋友 就是阿添 他就说 现在已经升穿了100天线 他说应该怎么部署 未来的走势 你又怎么看呢 比亚迪我自己都还觉得 基本面是不错的 始终今年头四个月 你见到买车的销售 就是销量 就远胜其他新能源车股 至起码就见到在供应链的 就是供应上面 或者整体的整个生产线上面 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力 就算面对一些疫情影响 封城的措施 对它的冲击 暂时看来就不是很大 还有根据一些行的计数 就说它全年来说 之前定的目标 就是150万架 或者是买车的目标 你计算回头这四个月 由于表现得好 所以那些行划算过 未来剩下的这8个月 每个月都只是买可能13万部 就已经是够了 已经是可以达标 照计的难度就不是那么高 再加上就刚刚都提过了 始终你说的估计 可能过去那两个礼拜 就升得比较多 所以近期回回一点点 都合理 但是这段的回吐 我觉得就不会跌得很多 如果你问我的话 都是可以保持低一点点 就再买回去 如果你说上面看的 我暂时都会看回 譬如去到280-290的 嗯 好啊